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一个电话打破了大美的平静生活 大美喜欢的节目邀请她上电视 她取出自己最喜欢的裙子 由于自己臃肿的身材没法穿上 大美开始减肥的道路 借掉了最喜欢的天时 节目组自来表明表 大美开心的天丸有击了过去 然而大美的减肥方法太痛苦 坚持不下去 就去外面买了减肥药吃 她不知道药的成分有毒病 她上有一个美丽的女友小美 她的梦想就是开一家服装店 大战就拼命赚钱来实现女友的梦想 大美这边因为减肥药上瘾 开始加大药料 也出现各种幻觉 没多久大美就疯了 大战的好机友也因为贩毒被抓了起来 为了救好机友大战花了所有的积蓄 甚至让最前女友小美用身体来交换毒品 大战自己也因为吸食毒品 出现皮肤腐乱去医院治疗 大美因为发疯被送到精神病院 小美为了毒品新生肉体 人为奴隶 令人减纳 大战为了保命剂掉了胳膊 她的好机友也被关进监狱 最后四个吸毒者都与同样的追尺 躺在床上反省自己的过往 谁便到这里就结束了大门想说 碰什么都不能放毒品 我是大风 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关注我哟